K花盆和L花盆的质量总和是4.5 L花盆的质量是K花盆的2倍 你就心里想K花盆和L花盆哪里一个比较小 这一个是K的2倍嘛 所以就是说K是比较小的咯 然后L是它的2倍嘛L的这个是比较大的咯 所以L的这个是比较大的咯 然后这样就是讲K的是1个 然后它讲L是K的2倍 K的2倍呢就是说它有2个K 你就心里想1个1个K 然后2个K这样 这2个K我跟它合起来就是L了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的K花盆是1个 然后L花盆是这2个跟它合起来 这个是L花盆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说我的K花盆和L花盆的总值量是4.05 然后它问1个K是多少 所以我就知道在这一边呢这个加上来是4.05KG 所以就是说3个K等于4.05KG 所以1个K呢就是4.05KG除以3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拿这个4.05KG 然后我除3的时候我就133 然后这边10 然后小数点对齐 然后339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15 OK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15 OK OK 我这边就有15 35 15 所以它这一个一个K呢是1.05KG 然后如果你会那个快的短除法的时候我这边除3 133 然后1339 15 3515 1.35 你也可以这样做 OK 嗯 我通常都是做完我再补那个单位上去 OK 所以一个K的花盆是1.05 然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拿来检查 你就心里想啊我的K呢是1.05 我的L呢是1.05加1.05或者是1.05乘2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2.10 OK 然后它们两个加起来的时候我的1.05加2.10的话呢KGKG 它就会变成3.1 等下在这边呃 这边1.35 它是1.35 我这边写错了 这个是1.35 那这个是1.35 这个也是1.35 OK 好 我检查了之后它是1.35 1.35KG 这个是1.35KG加1.35KG或者是1.35KG乘2 所以它这个呢会变成2.70KG 所以我的1.35KG加2.70KG的话呢它总共会变成3.4.05KG OK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OK 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检查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了啦 这样啦